继续来看系列报道走进内蒙古 今天我们进入第二站 记者将带您走进乌兰查布的草原 那里与2008年奥运会有个约定 离开呼和浩特两个小时后 车进入了乌兰查布式的地界 沿路突然多了这样的庞然大雾 一打听运的原来是风力发电机 我们来到了乌兰查布海拔2000米的灰藤系的草原 大家可能已经听到了我话筒里的呼呼的风声 当地人最骄傲的就是这里的风 大家看我身后是一排正在旋转的风力发电机 站在四五级的风中出境 记者一句话说了好几遍 用气象术语说 这里受到西伯利亚和蒙古冷高压的控制 可是亚洲的一个大风口 王勇主任感慨 过去当地人都埋怨这里天天刮着西北风 1996年当地开放了市场经营 短短十年 这西北风把三百多台欧洲 美国和中国先进的发电机挂到这儿来了 亚洲大风口已变成为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基地 一万七瓦的风力发电可以供当地人民带来一百万的岁数 北京提出办绿色奥运会 其中一项指标就是五分之一的电要用绿色能源 而乌兰查部正是为奥运提供风电的主力基地 工作人员从容地说 每转十台风电机就足以为一个中型的奥运场馆供电 而这里的风车队伍每个月都在壮大 离开风口 记着驱车到了临近的商都县 这里以温差大而小有名气 当地人爱说一句顺口溜 早穿凹五穿沙 围着炉子吃西瓜 不过这几年温差大已经变成了褒异 不兰查部的风为这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 而这里作业温差又使它成为种植蔬菜的黄金宝地 在七台镇的这片蔬菜种植园里 美国荷兰以色列等欧美18个品种的蔬菜在这里安那加 平均10度左右的温差让这些洋菜口感甘甜 成了出口货 去年这里还获得中国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专攻蔬菜的认证 其实整体不错 比如说小咱们现在从这个以色列拆脚 咱们这个塞房的大棚啊 它每年时候都在塞去都会吃 种植户杨瑞芳 七年前还住在当地有名的风沙村 五块石村 2000年包括他家在内的30多户生态移民才搬到这里 现在他家有了五个蔬菜大棚 种的七一色的以色列蔬菜 搬家七年 杨瑞芳家的影集跟上桌的菜一样也在变样 一直没有见到男主人 一问 原来出国了 现在他马英市去哪了 去蒙古了 去蒙古了 到鸡水了 到鸡水了 去蒙古哪 从屋来跋头了 西北风也是能源 温差大 正好种菜 无栏茶不知行 让记者见识了一回 内蒙人因地质疑的变脸功夫 中央台内蒙台报道